自盛傳美國將限制中共黨員入境之後 目前 每天在大紀元網站上 聲明三退的人數都超過6萬 香港大紀元副社長盧傑表示 天滅中共已成為國際共識 我記得在灣仔的時候 派天滅中共海報的時候 那些人是圍過來搶的 然後那些年輕人一邊喊 一邊取一邊喊天滅中共 天滅中共 然後有的人說我要這四個字 我刻在心裡一直看到老天滅中共那一天為止 截至7月30號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三退的人數 已超過3億6090萬 對此有民眾疑惑 中共黨員一共才9千多萬 其實少先對大家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 他是你一上學 6歲小朋友一上學 他就讓你戴黃金 而且是全部都要入的 2004年11月 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 清晰闡述了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 點名了中共不是中國 拉開了和平解體中共的序幕 盧傑表示 中共的很多手段都是用來蒙蔽、嚇唬百姓的 你堅持它就軟了 新唐人記者梁珍、簡豐香港報導